古格拉斯不忘对着虚空中的钢铁巨龙 吐了吐舌头 摆出一副十分欠扁的模样 终于也是彻底如他所愿 激怒了眼前这钢铁魔龙 下一刻 钢铁魔龙突然摊开自己的双臂 两条钢铁一样的手臂 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延伸 不过请客之间便化为了两道钢铁直柱 朝着下方古格拉斯肉身所在的位置 狠狠砸了下去 接连几声强大的撞击声 彻底打乱了古格拉斯身体外围 凝聚而成的灵力守护光环 对方这种蛮力实在是太强大 自身拥有的钢铁属性 几乎就是他作为魔龙一脉的血统 所能仰仗的最大资本 古格拉斯咬紧牙关 开始释放出自己的最强肉身防护形态 拿出了之前在那岛屿之上 硬钢博士地雷阵式的状态 一次次的承受着来自钢铁魔龙 摧毁一切的恐怖压力 也正是因为一道又一道恐怖的钢铁之力 砸在他的身上 古格拉斯才更加清醒的意识到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估计不出十个回合 自己就会被这钢铁魔龙砸了个稀巴烂 因为对方所拥有的强硬 早已超出了古格拉斯能够防御的力量极限 或许是被打得满身怒火积压到了极限 古格拉斯终于彻底暴怒 将一口巨大的酒缸砸在了自己的面前 而后捧起这酒缸 大口大口的疯狂灌酒 酒水入喉 带着古格拉斯本体战斗状态的提升 是相当明显的 实际上 这和古格拉斯儿时的一些经历有关 这小子曾经家里面是世世代代酿酒的酒徒 祖上承蒙余音 获得了一些和酒有关的特殊功法传承 稍加试炼就能够将酿酒技术提升到极致 同时 他们这一脉自身和酒的亲和力 也远远比常人更加敏感 一旦啄酒入喉 进入到身体当中 与自己的血脉相融合之后 带给自身的潜能提升是相当巨大的 前不久 古格拉斯成功突破到了子极程度 他所修炼的仍旧是家族一脉传承的酒文化功法 而他眼前疯狂吞入口中的这一缸精致的美酒 也正是他突破自己之后 新发明出来的最强底牌 专门用来进入魔龙岛之后使用 也算是古格拉斯目前所能够驾驭的最强傲益 果然 就在古格拉斯将满满一大缸的酒水 全部吞入到了体内之后 他的肚皮也比之前膨胀了数倍 整个人活脱脱就是一个巨大的圆球 唯一不同的是 他的身体外围释放出来的紫色灵气 也比之前的浓度提升了数倍不止 再加上古格拉斯自身所拥有的原始力量修炼底蕴 现在的他如同一个喝酒之后脾气狂暴的狂战士 无所畏惧 杀气冲天 妈的 不就是一条龙吗 老子就算打不过你 今天也要让你明白 为何我古格拉斯是你的亲爷爷 说是吃那是快 这古格拉斯狂暴之后 突然间变成了一个酒疯子一般 整个人怒火中烧 一下子飞窜出了上百米的高度 就这样死死抓住了半空中钢铁魔龙的一只脚腕 将它从天空之上硬生生的耗到了地面 而后利用自己几乎狂暴到极致的肉身力量 对着钢铁魔龙按在地上一顿疯狂的暴打 这样的姿态远远超出了正常攻法体系之间的较量模式 也是彻底打蒙了钢铁魔龙 他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交手套路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坊间的一种说法 就乱拳打死老师傅 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被逼急了 将会补顾一切爆发最为原始的野性力量 你现在所承受的每一拳 都和我曾经积累下来的修炼底蕴没有太大的关系 纯粹就是我的血脉和九文化功法传承融为一体之后 爆发出来的最为本质的复仇之力 今天要么你被我的拳头打扁 要么就是你的钢铁之躯 震随我的死之百害 接受暴怒之拳的洗礼吧 钢铁魔龙整个人完全傻掉 就这样躺在地上 任凭眼前这个五百多斤的体重的巨汉 一次次的挥舞杀包大的拳头 痛打自己的头颅 身体重重压在自己的腰间 任凭自己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推移 被其一顿暴打的钢铁之龙 已经彻底被古格拉斯给打傻了 虽然他的生命力并没有受到本质性的重创 可他整个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抗争的欲望 就这样呆滞的目光 被动地接受着古格拉斯 垂打而下的一拳又一拳 直到他的身体开始扭曲变形 原本高高在上的龙族的骄傲 彻底被古格拉斯的拳脚碾碎 钢铁魔龙终于放弃了抵抗 他的灵魂本能想要陷入沉睡 想要在无尽的黑暗与宁静之间逃避这一切 事实上他是被古格拉斯直接粉碎了倒心 再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光荣的战士 因为他的内心深处已经幻化出了恐惧的种子 而这一切都是古格拉斯这个家伙赋予他的 钢铁魔龙做梦也没想到 这一战自己甚至还没有发挥出权力 就已经被这个不顾一切的对手征服了 直到他的口鼻开始溢出鲜血 龙族的魔血和古格拉斯皮开肉绽的血肉 开始尝试融合 紧跟着躁动的酒力 在古格拉斯体内迅速发生了变化 要知道酒是一种十分敏感的液体 更何况是古格拉斯用特殊的功法酿造出来的酒水 能够将那种蕴藏生命气息的力量 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点燃 也正是这样一种作用的帮衬之下 古格拉斯尝到了来自钢铁魔龙体内血液的甜头 开始近乎贪婪的吞噬他的血脉 直到眼前的钢铁魔龙完全被古格拉斯吞噬一空 只剩下一副干瘪的残躯平静的躺在地上 爷终于宣告这一战 古格拉斯成为了李斯特之后 荣耀战队当中第二个获得了魔龙之血传承的人 而他所获得的钢铁魔龙的血脉 刚好能够和他目前所修炼的防御类功法完全契合 没有人知道古格拉斯将这样一种近乎用可笑来形容的愿望 来描绘自己获得钢铁魔龙血脉的喜悦 当然古格拉斯获得这钢铁魔龙的传承 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和徐扬比谁更加抗揍 他很清楚如今得到这样的传承 自己已经真正意义上的 跻身至盈州大陆最顶尖的强者之列 即便是面对忠誉皇族那些亘古长存的活化石 如今荣耀战队也当拥有一战之力了 伴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 第二次出现 封印着古格拉斯和钢铁魔龙的封闭战场结界 轰然崩碎 古格拉斯整个人如同一个巨大的圆球一样翻滚了出来 他并没有像李斯特那样凝聚出钢铁双翼 因为他还没有从酒劲当中恢复清醒 现在的他已经面红耳赤 连站都站不稳了 整个就是一灌醉了酒的狂暴酒徒 见到陌生人就想揍一顿 谢谢大家